再來我們說明,在程式的部分呢 修改這些輸入跟輸出的檔名之後呢,可以重新編輯,重新編譯 然後,執行的時候會去抓取這兩個輸入檔,而產生了這兩個輸出檔 那這兩個輸入檔呢 大致上,這個是端面的輸入檔 端面輸入檔,我們在修改端面的地方呢,去修改就可以 像,累積是2000的地方啊 原來在第三根橋墩的地方,我們把這兩個數據改,改變就變成說橋墩加大,也就是捏納入維延的部分 然後也把第五根橋墩做一個改變 位置也是做一個改變 第四根橋墩,那這個改變也是一樣 在這個橋墩的地方大概有十幾公尺 原來大概是十公尺 那十幾公尺是因為加入維燕的考量,才變成十幾公尺 這個改變之後把它成長啊 那因為點數不變啊,所以 我們在這個論的檔裡面不需要做修改 只要去改這個close裡面的檔就可以 那把檔裡面呢,改到可以 然後再重新建立執行檔之後按執行 執行完之後呢,會產生一個這個輸出斷面 這個輸出斷面呢,是由讀入原始資料呢,去做斷面點的內插 在城市裡面的設計兩個點之間內插十五個點 所以我們在2000那個斷面的地方 原來是只有25個點,所以經過內插之後呢 就變成361個點 然後在第三根橋頓的地方 可以明顯看到它大概有十幾公尺 第五根橋頓也是一樣 那這些資料要把它複製到 我們要做模擬的地方 把它做複製貼上 然後把剛剛2000的斷面呢,去做修改 去做複製,2000的斷面做複製 然後把我們要改變的這個水利檔交進來 然後貼到那個斷面的位置 去取代它在2000的部分 就把這個斷面取代就可以 其他的斷面都不變 那就另存一個新檔,叫做 temp.hyd 那就是說這個case呢 要把它定義好 這個如果說 它的專案檔名叫做 lub-temp.o97的話 這裡面的所有的輸入檔跟輸出檔呢 全部的檔名都是改成 有temp的字眼 那輸入檔,輸入檔的部分呢 lub-temp.hyd就是 就是這一個 那輸出檔 這個檔跟這個旋復子檔呢 基本上沒有變 然後lub-temp.la.t 這個部分 就要看 你用的洪水是 25年 或10年或5年 那我們在 這個 例子裡面呢 需要去 改洪水 由10年或25年改成5年 所以在這個測流檔案的部分呢 我們要做處理 還有在這個水裡檔案的部分 也是要做一些處理